日前邝结营在社交平台上载出自己在家中抗议的生活篇 片中可以发现他家很大 之后被网民起底 原来朱迪住在香港大部2000尺独立屋 这天朱迪拍摄《学是学非》的时候 就解释说纯粹是片段的角度问题 没有 其实没有很关注 我觉得应该是最近大家可能也是有比较多空闲的时间 所以有比较留意我的那个片段 其实真的也没什么特别 其实真的我拍摄的那个角度可能也比较 看起来比较大 但是没有 可以叫我们 我也想看起来看上比较大 你知道了 好 哪一个角度都是 没有 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在这个疫情过后 大家都来我家 就是大家可以什么打鞭奴啊 拍对这样 就知道我家的真身到底是怎么样 你做好了 我们一定会去的哦 对 很认真的 是 见朱迪 冯盈盈 何永勺三位试飞精造型那么突出 再加上有这一季第一位男嘉宾邓志坚 就知道这集有新搞作了 很开心在这一季里面男嘉宾我是第一位啊 对 有什么感受呢 我们一直以来很久了 因为全都是女的没有男的 对 我们很需要一些氧气 是 他们有没有好好照顾你呢 有照顾我 但主要他们是欺负我 欺负你为止 对 他们应该觉得很爽嘛 对吧 其实没有很爽啊 让你看他现在笑得多开心 因为他脸都空了 有一点红红的感觉呢 真的 对 因为他们会走进我的习惯里面 那是习惯 因为我们都走进你的习惯 你们走进他的身体里面 对 是真的 是一个习惯 对 然后其实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不同的造型 然后 您是什么呢 我是B毛 B毛小姐 对 很可爱 她都过来嘛 很可爱 很大一条哦 对 因为我们把她的毛剪短了 对 本身是比较小姐 就是你的镜头嘛 快不了进去哦 你呢 你是什么呢 你是不是那么性感的呀 我是病毒 很性感的 我是坏人 病毒魔鬼 那你呢 你是什么魔鬼 我看我这个红红的造型就知道我是一个正义侠 我是一个爱侠 正义英雄 是爱侠 爱侠 对 那你呢 我就是人体 人体啊 对 我是唯一一个正常人的经验 对 我是正常人 然后他们爬进我的习惯里面 我们就是要大出一些健康 那个习惯呢 有很多毛 也是很 也有很多水啊里面 对 因为我敏感嘛 就是彼此敏感 彼此很敏感 彼此很敏感 对 而讲到因为疫情关系 政府实施社交禁令 盈盈就说对她来说没有影响 没有啊 因为我平常的生活呢 也就是比较就是在家里多的 因为我是很斯文的嘛 我因为想要办生意 对 是一个就是玩画闺女 对 所以都留在家里 没有什么影响 就是不能出去交朋友而已 所以我们很需要男嘉宾 对 今天就一起吃饭吧 刚刚好像四个人 刚刚四个人不能再多 因为平常我们都会跟工作人员一起吃 然后刚刚他们也跟我们说 可能就是也要四个人四个人一起就是做在一起 就是大家要分开 所以我们就是在公司也是很严谨去对待这个事情 是的